上期影片我们分享了超级学习者一书中的原学习导徒的力量 如何用专注启动学习之旅 以及直接学习的策略 在你最终想要使用所学技能的环境中 进行大量的直接实践是一个重大的开始 然而要想快速掌握技能 大量的实践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用到超级学习者的其他几个原则 本期影片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超级学习者一书中的训练、减锁和反馈这三个原则 作曲家约翰斯顿曾说 能弹好一首音乐曲目中最难的小节 整个曲子就能演奏好了 也就是说啊 当我们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 想要攻克薄弱环节取得成功 就要针对这个环节去进行训练 大名鼎鼎的富南克宁就是这样做的 在他通过写作一句成名之前 他的文笔几乎没什么感召力 家人一致认为他在语言表达方面缺乏说服力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妙笔生花的呢 作者告诉我们 是训练给他带来了改变 富南克宁把复杂的技能分解成小的单元 通过训练逐一掌握 最后再把他们合并起来 就成就了他惊人的写作才华 比如富南克宁想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 但是感觉太难了 就会把他们拆解成两个步骤 他先针对喜欢的文章做笔记 过几天之后再回来看 根据记忆重构出最初的论点 再站在旁观者的意见上 语言文进行比较 找到不足之处加以改正 进而提升自己在语言表达方面的说服力 然后他又把散文变成韵文 用同一词来替翻字句 并尝试用模方法 使文章中的修辞更加流畅和自然 大大增加自己的词汇量 最后他把这两点收获合并起来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既不会再感到写作有压力 还能越努力越顺手 这就是反复训练的成果 当然训练不是盲目进行的 它需要一些策略做支撑 首先你要弄清楚 什么时候训练什么 也就是找到该技能上 能支撑你整体能力的那个点 着重提高这个点 这样一来 你便能用最少的努力 来最大化提高整体能力 就像约翰斯顿所说的 想要演绎某首乐曲 先要确定这首曲子中最难的几个小节 然后努力训练这几个小节 等你能够把这些小节完美融入整首乐曲时 你演奏整首曲子的能力 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训练的第二个策略是 设计出改善技能的训练项目 也就是针对自己的短板 创新的找到训练子技能的方法 比如像富南克林那样 在认识到自己写作能力的短板后 用排序论点的方法 让自己的文章更具备感染力 又用模仿成功作家写作风格的方法 提炼出适合自己的风格 训练的第三个策略是 反复训练某项子技能 它需要你鼓足勇气 找到自己在学习中最糟糕的部分 单独且反复训练 而不是专注于最有趣 或者已经掌握的东西 这个过程肯定是不愉快的 可一旦你看到效果 就会发现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每一步都没有白走 说完了训练的重要性 我们再来看看检索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研究 把准备考试的学生分为四组 让他们在相同的时间内 用不同的学习策略备考 这四组分别是 一次性复习课文组 反复复习课文组 自由回忆组 以及概念图组 其中复习课文组的方法 是查看笔记和课本 复习所有的知识 自由记忆组 是把书和尚回忆里面有什么内容 进行自我测验 概念图组 是创建一个概念图 在图表中写出主要的概念 并展示它们是如何组织的 以及它们与学习其他内容之间的关系 复习课文组 是我们经常选用的学习方式 可在实验中 这组的成绩最糟糕 而像自由记忆这种 在头脑中检索信息的学习方法 效果则非常好 因为试着从记忆中唤起知识的行为 是一个强大的学习工具 不仅能为我们带来价值无限的反馈 还能促使我们加强对相关技能的训练 这也是教育者们所倡导的 以策促学 考试并不是一种负担 而是创造知识的另一种方式 通过检索 你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学习的内容 还记得多少 也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去强化那些 不记得或者不会的内容 为了让大家快准横地进行检索 作者介绍了几个检索工具 第一个工具是记忆卡 它指的是把问题和答案之间成对关联 即把特定线索和特定答案进行配对 记忆外语词汇 解剖图 定义和方程式等 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第二个工具是自由回忆 即强迫自己回忆主要观点和论点 比如作者在为写本书做研究时 就是把相关的期刊文章打印出来 夹在活页里 并在每一期文章后面都放上几张白纸 每次读完文章后 它都会进行一个快速的自由回忆练习 把重要细节写在白纸上 久而久之 它就能通过检索掌握大量的使用信息 第三个工具是问题集 即把笔记重新表述成问题 待会儿再回答 比如不要写大宣章是1215年签署的 而是写大宣章是什么时候签署的 并标记好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答案 把笔记当作问题而不是答案来记 就能得到以后练习检索的材料 这对我们熟记学习内容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四个工具是自创挑战 即创造一些挑战型的问题 创建挑战列表 可以作为以后在实践中掌握相关信息的提示 并可以扩展能够实际引用的工具库 帮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快速解决问题 第五个工具是避卷学习 即让信息变成知识储备在大脑中 也就是说啊 无论是在直接学习还是重复训练 你都不能去查阅资料 而是要通过构建概念图 把信息牢牢储存在大脑中 只有这样 你在参考手册里的知识 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技能 为了检索真正有效 我们必须知道 老耳中挖出的答案是否正确 这就需要我们学会反馈 心理学家表示 没有反馈意见 意味着你在继续使用某项技能时 不会有任何进步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停止不前 所以啊 作者认为反馈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可以通过反馈提取各种各样的信号 识别出自己所不了解的信息 并认识到自己今后该注意些什么 可实际上啊 不是所有的反馈都是积极的 在学习和生活中也不乏消极反馈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反馈呢 书中提到了三类反馈 第一类是结果性反馈 这种反馈能告诉我们做得怎么样 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第二类是信息性反馈 这种反馈会告诉我们做错了什么 但不会告诉我们该如何改正 第三类就是纠正性反馈 这类反馈不但会告诉我们做错了什么 还会告诉我们怎样去修正错误 不难看出 第三类反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好的反馈能帮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水平 这才是真正有效的反馈 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是谁所收到的反馈都不会只是第三类 那就要采取消除噪声的策略来识别有效反馈 比如你在网上发布文章阅读量很高 就觉得自己写作水平很高 那你就错了 因为啊 这很可能只是有人事实分享了它 虽然你的写作质量有影响 但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 你需要通过修改和选择所关注的反馈流来减少噪声 才能得到更多的信号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 计算有多少人把文章读到了最后 这才是有用的反馈 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就是反馈应该有多快 是立即反馈好 还是守着错误的信息 等一段时间再反馈好 研究表明 一般情况下 即使反馈比延迟反馈更占优势 但是在你还没有尽全力回答问题 或解决手头的难题之前 快速做出反馈的效果并不好 太快的反馈会把减锁练习变成被动复习 不会失去学习的意义 因此对于困难的问题 还是给自己一点时间 在经过认真思考后再去反馈吧 好了 本期影片的主要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影片我们将分享的是 超级学习者的最后三个原则 记忆直觉和试验 如果影片内容对你学习有帮助 就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频道 也别忘了在下方留言 或许您的宝贵留言 也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另外 频道里面还有更多 跟学习成长财富自由有关的内容 别忘了点进我的频道看看哦 更多精彩等着你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